農曆七月走進巷弄內 住家外懸掛一盞燈 不同於常見的路燈 造型相當特殊 燈泡的外燈罩 寫著一心沉靜 上頭帶著斗笠 編織避邪用的竹葉穿插 兩邊垂掛五顏六色的高鉗 其實有收金解惡 報病案的作用 居民說這是每年農曆七月的傳統 早年人口稀少入夜後照明不足 為了便利好兄弟們行走 家家戶戶從農曆七月一號起 就會架設普渡公燈 讓來自地府的好兄弟 利用萬間回到人間 說好兄弟在他們的村莊逗留太久 所以就希望說幫他們照光眠 可以用完餐就走 在臺灣來講的話 應當是在雲林 北港 園長 其他的地方的話 應當是在金門或者是鹿港 早期會有 都是屬於遺村 方面比較多 不過隨時代進步 馬路上路燈普及 幅度公燈 越來越稀少 如今還掛上傳統燈具的住家 幾乎都是老一輩傳承下來的傳統 現在新聞 烙魚德 戰品友 謝雲甄 雲林採訪報導